四十五歲的馮馨藥頭 一走出電梯馬上被埋伏遠景 當場情報壓制在地 因為他涉嫌販賣一二級毒品以外 還把租屋樹當成毒品分裝廠 使用被稱為是殭屍毒品的 依陀迷汁做成電子煙蛋 販售給年輕人來稀釋 警方在馮馨藥頭的家裡面 查扣到海洛因還有安非他命 以及一大瓶的伊托咪汁 這個原料原先是管制藥品 用於麻醉使用 在它被列為是第三級毒品之前 一公斤成本價大約是三十萬元 光是一公克就能製作成 十顆的喪失煙蛋 在市場上面一顆煙蛋 重量大約三到五公克 可以賣到兩千元 那麼警方在藥頭家裡面 查扣到三十九顆的麻醉煙蛋 加上之前販賣的 推估不乏所得大約百萬元 而這一次包含第一級第二級 以及煙蛋等毒品 總共市價大約兩百三十萬 那麼嫌犯販售毒品 短短半年就被逮捕 目前是被羈押當中 至於這個喪失煙蛋的原料 從哪裡取得 警方還要向上追援